第十六季XPL超級籃球聯賽 在桃園巨蛋正式開打 第二天賽程最受球迷注目的 自然就是台北達新出展台灣啤酒的比賽 史上最大咖洋將 NBA 2008年選秀炭花OJML 即將迎來在台首秀 曾經在世界最高 學準籃球殿堂奮戰 Mail對於自我要求可是相當嚴格 除了賽前練習的一絲不苟之外 場外飲食控制也相當講究 我只不吃肉或肉 我只吃烤肉和蔬菜 這讓我身體感覺更好 Mail的加入對達新無疑是如虎添翼 不過總戰員范梗祥也強調 本土球員能否適時挺身而出 才是戰績好壞的關鍵 他的配合度都蠻好的 然後他在場上 他的其實功能性蠻多的 他可以傳球 然後可以助攻可以得分 然後其實他防守的策略上 他其實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好的想法 那其實我比較擔心 就是在三到五天的配合 我是覺得在這幾天 短短幾天 本土有時候跟他配到會太容易 就比方說本土自己有空檔 然後就把球送給他 那我覺得這樣子太過於 就是把自己的進攻能力放掉 我是覺得這樣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擁有沒有助政 達新全體敘事待發 期盼能在首戰就嗆飲台批 搶下新球技開門紅 YTU新聞採訪報導 YTU新聞採訪報導